看看新闻网 虽然老夫少妻的 但在很多人眼里 结婚三年多的王全安和张雨琪 就如同麦芽糖般 年年糊糊 这时候就会有人说 求爱也不用这么高调吧 于是最近这对小夫妻 就玩了一把消失 就连神通广大的部分媒体 也找不着这二位的影子 所以这就成了两人 感情破灭的最佳政治 但是大家要知道 王全安向来懂得 制造浪漫体贴入微 还记得在两人的婚宴上 王全安与爱妻 跳的一段激情四舍的弹口吗 两口子的默契十足 温馨浪漫难道是假的吗 怎么会是假的呢 这不被离婚质疑一出 两人就默契的 再次出现在镜头中 同房北京 同上自家汽车 夫妻双双把家还 用行动击碎留言 其实被离婚 对于他俩来说也没啥 人家都经历过好几次了 闹得最厉害的一次 是去年张雨琪 在北京四环路上 怒踹老公的车门 还大力拍打玻璃 冲车内喊话 隔窗交涉未果后 怒气冲冲开车走人 不久后 两人又用热吻 消除了离婚之意 其实这夫妻俩结婚 将近三年 俩人都没心作问世 而周游列国的恩爱教片 却没赏晒 这婚嫁也该有个头了 据了解 王全安下一部作品 是拍摄史诗片 杜月笙 各项工作千头万绪 张雨琪则一直全力参与协助 老公新片的筹牌工作 这就对了嘛 尽管生活很甜蜜 但是工作还是要继续 那样少秀下恩爱 也不会被离婚了 娱乐新的力 人家夫妻明明挺好的嘛 综合报道 有请不吝点赞 哦